《伟达经》则由至尊、人格、神手直接展示 因此 便存万有的超然性 永存于献祭活动中 我亲爱的阿朱纳阿 谁在人生中不遵从《伟达经》 所复订的祭祀循环制度 其生命必然充满罪业 只为感官满足而活着 只是在虚耗生命 然而 人生只追求自我觉悟 在自我中找到快乐 而且只在自我中 获得内在的喜乐 和完全的满足 这样的人 再无任何责任可言 自我觉悟者 履行复定责任时 并无所求 他也不会 因任何理由 而不履行职责 亦无需依赖任何生物 因此 不要执着于活动的结果 人只应讲活动 作为要履行的责任 活动而无所依附 便能真达至尊 便能真达至尊 像 加纳卡那样的国王 也通过履行 负定责任 就达到了完美 因此 为教化普罗大众 你应履行工作 伟人的一举一动 众人 结会 追随 效仿 伟人 以 模范 行为 建立的 标准 整个世界 都会 遵行 普瑞塔之子啊 在三个世界之内 我 并无 复定的工作 我不想要什么 也不需要什么 然而 我仍在 旅行 复定的 职责 如果我 未能谨慎地 履行 复定的 责任 普瑞塔之子啊 所有人 必会 争相 效仿 如果我 不履行 复定的 责任 所有 世界 都讲 分崩 离析 我便 成为 这些 不想要的人口 之 噪音 因而 摧毁 有情 众生的 和平 无知 无知的人 履行 责任时 衣服 结果 有 学识 的人 同样 履行 责任 却 并不 衣服 为的是 引导 普罗 大众 走向 正途 无知 之人 依附于 负定 责任 带来的 果报 智者 切不可 扰乱 他们的 心意 更不该 劝导 他们 停止 工作 相反 倒要 鼓励 他们 以 奉献 精神 投入 各种 活动 以 逐渐 发展 魁士纳 知觉 受 假我 迷惑的 灵魂 误以为 自己是 活动的 座位者 殊不知 活动 实际上 由 物质 自然 三形态 引起 由 物质 自然 三形态 完成 必利 强大 的人 认识 绝对 真理 的人 深知 奉献性 工作 与 功利性 工作 的 区别 不会 放纵 自己的 感官 沉溺于 感官 满足 愚昧之人 受物质 自然 迷惑 完全 投身于 物质 活动 而且 变得 衣服 他们 所履行的 责任 因 他们的 无知 而 归于 低等 但有 智慧的人 不该 搅扰 他们 因此 阿朱纳 你要 讲 工作 全部 奉献 给我 全然 认识 我 不存 任何 利己 之欲 不声称 拥有 什么 振作 起来 作战 吧 遵照 我的 叙事 履行 责任 忠实 追随 我的 教诲